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 Apple 苹果 呃,我们放眼来看呢 你就看到很多东西 这件事情呢,你会发觉到呢 Apple 200天的均线 这个,这两个点 每次他碰到200天均线呢 他弹上去的时候呢,都是有一波的 都有一波啊 所以记得如果改次他有机会的话 200天均线 呃,那他要往上的啊 有机会弹上去的时候 就是一个满路讯号 这个也就是 我们要看这个历史 他的这个 走势 来做一些判断 历史呢 去做一些Case 对我们的判断 也是有帮助的 现在他自从在这个 200天这边弹上去之后 啊,他就很高啊 如果你注意的话呢,他其实 他其实是弹上去这一个 这一条,这条线 啊 我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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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 这条线就是在丑马峰的顶部 他一直在这边 叮叮咚咚,看到吗 最后呢,顶部顺 终于跌下来了 他站不稳在这个 筹码峰的顶部 这个 手不住了咯,没办法咯 如果那时候 你有买的话呢 这个 如果他在破的条线的时候 你就应该卖出去 靠力了 应该靠力了 像现在呢 他一直往下掉 他终于到这个筹码峰的底部了啊 这个底部呢 是相对是这个 20天的均线 也就是说 如果他 不好彩 下个礼拜 tap破这个 20天均线 啊 这个就是一个 卖出讯号 或者是说 你也要 里面要去做空的一个讯号 啊 又出现了 ok 所以这个筹码峰 就是这么简单 啊 就不是来看 20天均线 这个注意一下 tap破20天均线 啊 应该是可以做空啦 我这个看法 嗯 总之到现在就要继续观察 不要冲动去介入 啊 嗯 这就是我对apple的一些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买意见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把我去 把我去like吧 帮我去一些 讲美国群主的 谢谢大家